发烧话题绝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英国新冠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各国是严加戒备 而现在变种病毒也出现在台湾 台湾在12月27日 迎来一班自英国返台的航班 乘客和机组员共127人 为了这班飞机相关人员严重以待 指挥中心证实 其中有旅客经过比对 确认感染的英国的变种病毒 这个被命名为B117的变种病毒株 2020年9月在英国被发现 11月中旬时 伦敦有28%的确诊病例 都跟此变种病毒有关 到了12月初 比例激增至62% 其中引起大家关注的是 变种病毒不仅传染力增强 还会造成儿童与成人一样容易受传染 面对来势汹汹的变种病毒 不少国家封锁与英国的交通联系 而台湾方面 长荣和华航两家航空公司 也宣布取消一月往返英国航班 未来我们该如何防范新的变种病毒 记者李志华 吴光帝的专题报道 从伦敦底台的华航 CI-82班机12月27号傍晚5点40分左右 缓缓降落在桃园机场 机场人员身穿防务衣全副武装备战 就是因为英国传出变种病毒株 而且传染力更强 因此面对这一班从英国回来的乘客 相关人员各个绷紧神经 航班上共有114名旅客 以及13名机主员 抵台之后经过筛检战时 立刻发现一名少年发烧39度 马上送医 经实验室分析比对之后 证实该名少年感染英国变种病毒 成为台湾首例 上飞机之前可能都还没有发病 就是在航程当中 在下飞机的时候就发病 就怕有任何疏失 从英国返台航班里的所有乘客 都是下机后现场裁检 接着由游览车以梅花座的方式一起送到集中检疫所 14天检疫期满前再裁检一次才能解除隔离 台湾出现英国变种病毒确诊案例 而在日本也已经发现变种病毒案例 日本官方更担心变种病毒会进一步进入社区 因此宣布从12月28号起暂时锁国一个月 但为何一谈到变种病毒 各国文之涉变 根据了解英国变种病毒株最早于9月10 在伦敦东南部的肯特郡被发现 11月中旬伦敦发现有28%的确诊病例 都跟这支病毒有关 接着到了12月9号当周 比例积增到62% 也就是说新冠肺炎的病患中 感染到变种病毒B117的比例 也增加到62% 换句话说 每三位确诊病例就有两人是遭受变种病毒感染 而变种病毒的传播率 比起原先的病毒暴增达71% 结构中还发现有23个突变 目前有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 对英国进行封关 令人压抑的是 现在在南非也发现了501V2变种病毒 马来西亚是H701V 另外巴西厄瓜多的变种病毒 则是在定序中 欧洲 美洲 亚洲也都发现病毒持续变异 新冠肺炎病毒它其实是一种 我们叫单链的RNA病毒 RNA病毒因为它在复制的过程中 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参考的基因序列 所以它不太像一般DNA病毒那么稳定 它在复制的过程中 不断地会产生一些点突变 从英国的确诊趋势图来看 8月平均每日确诊大约是1300人 到了9月6月上升到了每日5000人 10月则是暴增到23000人 11月则是稍微趋缓约15000人 不过到了圣诞节前夕 却攀升到每日感染人数达到3万5000人 而且大多都在伦敦地区 疫情是否已经失控 专家认为数字攀升 其实和英国民众防疫措施有关 因为如果你是没有做社交距离 也不戴口罩 大家都一起在开party 然后又去圣诞节采买 突然增加那么多 那并不是代表病毒很凶猛 只是你的生活实在太烂了 英国12月19号宣布封城 看看英国伦敦的摄政街上 当天晚上众多民众依旧上街采买 没戴口罩的还是大有人在 因此国内专家学者提出质疑 到底是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快 还是英国民众没有遵守防疫规定 更加强传染力道 这个相关是不是因果关系 是因为这个病毒的变异 造成传染力比较高 所以传染的比较多 这个在科学上当然现在 并不是确定的事项 只是观察到的一个可能的现象 英国B17病毒传染力 是不是真的比较强 谁得认为应该进到P3实验室内 进行验证 否则一切都只是在推论阶段 不过专家也指出病毒的特性 就是会持续变异才能适应存活 当然也有可能变异到最后 为了不让宿主死亡 最终变成传播速度快 毒性减弱 适合寄生在人体内 所以它变成比较有传染性 这个是有可能的 传染力变高 但是它最好不要去把人 它的宿主 我们就是它的宿主 把它杀死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去消灭它 它最好是跟我们能够 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存 所以这是病毒的生存之道 目前感染的国家遍布全球 像是德国 丹麦 荷兰 意大利等国 中东的以色列 亚太地区 日本 新加坡 香港 澳洲 台湾等 都有这支变种病毒的踪击 所信的是 目前变种病毒 并没有证据显示出 有增加重症的几率 只是过去容易感染的族群 都以老年人为居多 现在却发现似乎年轻人 与儿童的感染率也有上升的趋势 由于张嘴呼吸 在很多小朋友是一个常态 特别是冷天气的一个关系 就是病毒进入小朋友 它的一个几率就会相对增加 专家指出 目前发现年轻人与孩童 感染率的比例上升原因有三 第一 因为老年人 常被宣导是高风险族群 所以防疫观念较高 第二 可能是跟年轻儿童族群 鼻道还在发育当中 常用口腔呼吸 导致病毒入侵的几率较高 第三 可能跟细胞ACE2受体有关 所以这些小朋友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会观察的就是 第一个 会不会是因为小朋友的ACE2 receptor受体比较高 直接病毒能够侵入 它的一个气道的几率相对增加 从新冠病毒来看 红色凸起的极蛋白 就是和细胞ACE2受体结合的地方 换句话说 就是等同入侵细胞的钥匙 而这一次变异的地方 就是在氨基酸501的这个位置 可以增加受体结合几率 让感染率大增 上面那个绿色的 就是我们的接受器 ACE2 那这个地方 白色的地方 就是那个病毒的 spyc protein跟这个接触点 那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他们紧张 因为这个小小接触点 那个501Y 就是在这边有突变 懂吗 所以它可能会使得这边的结构力 会有改变 其他突变都可能不一定会有那么大效果 外界担心如果病毒持续变异 恐怕会影响疫苗效力 美国辉瑞药厂则是表示 会根据病毒变异的部位修改疫苗 而且6周就能完成 但真的这么快吗 目前的基因重组工程 非常的成功 所以只要能够掌握这些 S蛋白变异点 重新去验证 S蛋白变异之后 疫苗能不能够产生有效的话 还是能够在2到3个礼拜之内 看到有效的疫苗设计 为什么上市的疫苗 可以这么快地修改 学者指出 只要疫苗能够诱发免疫系统 疫苗就不会失败 因为免疫系统 就像是一部脸部辨识系统 它头发变 衣服变 脸型不太变的时候 我们的免疫系统 看透了它的脸型 它下次不管什么时候来 我都可以把它抓住 但就算能有效控制这波疫情 回顾历年冠状病毒 都曾对人类造成不小的伤亡 2003年SARS自死率将近10% 2012年的MERS 自死率更高达34.4% 2020年新冠肺炎 更创下8000万人感染 自死率2% 病毒的变异 这个是病毒的生存之道 那么它到了人体 其实一个病毒呢 到最后它变得比较不那么毒 我们现在讲不那么毒 是指它的致死率跟致重症率 就是造成死亡 跟比较重症的比例降低 那它就会变感冒 全球疫情一周年之际 面对变种病毒窜起 各国的防疫高墙 得再高高筑起 个人防疫 戴口罩 请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期待疫情终点战的来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